本文所有史料均来自于蒋介石传义书,作者保证史料之真实性,同时无任何影射,不涉及任何政治,影射,不涉及任何政治国民党内部,并不像外面那么铁桶一块, 属于蒋介石的部队只有一个中央军,而且还经常的爆发内战,比如最著名的中原大战,连西山,李宗仁,汪京内组建了七十万人的反蒋联盟,一起达仅有三十万人的蒋介石,如果不是张学良增兵投靠蒋介石,可能蒋介石又得下野了,除去这些意外,李宗仁和白崇喜的合作也是亲密无间, 两人将他们合成为李白,蒋介石下野,李宗仁任带从头,如果不是白崇喜的贵戏支持,可能李宗仁当时也蹦跶不了多久,所以当贵戏被全部剿灭的时候,李宗仁直接跑去了香港,后来又前往了美国避难,李宗仁去了美国, 但白崇喜却被蒋介石许诺的高官后路诱惑,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,刚下飞机,就被蒋介石给软进去了,给白崇喜安了一个国民党改造委员会,中央评议委员的虚职,在白崇喜的家门口设立了一个警察局,专门监视白崇喜一举一动,白崇喜成了蒋介石对抗这宗人的傀儡, 1966年,白崇喜回到了台湾16年,此时,李宗仁已经没了代总统的位置,而且已经准备投靠了,所以白崇喜在蒋介石的眼中,失去了利用价值。 12月2日,白崇喜的副官在卧室中发现了白崇喜,浑身发绿,中毒而死,官方说白崇喜死于心脏病,蒋介石亲自前往教宴,但谁都知道,白崇喜为何而死,而法官曾反叛过蒋介石的阎西山,日子在台湾过得却很是快乐, 严西山去了台湾以后,被蒋介石授予了总统副资政,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两个头衔,居住在台湾的京山之路,而且因为工作负贤, 严西山将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写作上,先后得写了二十本校册子,为何两人的同样的做法,却换来了不同的结局呢? 这就得从中原大战后说起来,白崇喜有野心,有抱负,但是没有眼光,反观严西山,自己知道大势已去,主动辞去了新国民政府总统的位置,安心在山西当起了自己的土皇帝,不再和蒋介石争夺位置和权力,蒋介石也多次用到了严西山,严西山都老老实实地配合,白崇喜跟着李宗人, 李宗人这个人老谋身算,特别是当时蒋介石下野后,李宗人仍然想要靠着贵君立文脚跟,然后取代了蒋介石,白崇喜也跟在后面盲目支持,想要将蒋介石彻底赶下台,白崇喜明知道这么做的后果, 在失败后没有像李宗人那样逃之夭夭,而又去找了蒋介石,识时务者为俊杰,只能说白崇喜正之眼光,比起严西山来低了不少。 优优独播剧场